黎巴嫩首都贝鲁特12号发生连环自杀炸弹攻击 造成至少41人丧生 超过200人受伤 伊斯兰接近组织IS在爆炸后承认发动攻击 这起爆炸案是由一名男子身上绑着炸弹 徒步走在大街上引爆 另一名男子则是在当地一座清真寺引爆 黎巴嫩军方表示 这起炸弹案是近年最严重的恐怖攻击 打击恐怖组织的行动将持续进行 美国五角大厦证实 两架美军战略轰炸机在8号 9号 飞到中国在南海兴建的人工岛礁上空 执行飞行任务 中国军方人员曾以无线电联系 但美军并没有理会 尽管五角大厦发言人库克在记者会表示 美军一向都会在国际航空领域飞行 但外界解读这个举动明显是在挑战 中国岛礁与海域的主权主张 国民党总统参举人朱立伦12号2度 前往美国国务院拜会美国政府高层 在美国在台协会领事主席博瑞光等人的陪同下 一天之内密集拜会了国务院 白宫国安会 国防部 贸易代表署等官员 和顾了副国务卿布林肯 这次行程能与美国政府多位高阶官员会面 也显示华府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重视 本版本本本本本rá idé 明昏我 podía体� I 对 risk的详艇 was即使呢 肯定领港 太后 那被解释得令 bog 不是 我